重磅消息啊 这个乌克兰呢 公开表示要指导菲律宾捍卫自己的领土啊 也说这个准备帮助美国干涉南海啊 居然是菲律宾啊 居然是乌克兰啊 这里边呢 咱们要警惕啊 最近他刚刚袭击了俄斯的啊 穿过800公里 袭击了俄领土 也说啊 据这个最新媒体说呢 乌克兰泽连斯基已经承认 他已经掌握了远程啊 这种武器 那很显然 如果乌克兰将这种武器 那他说要指导菲律宾吗 如果要是交给菲律宾 800公里外 你可以想想画个圈 那最近美国国王部长奥斯汀 与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啊 这个表示说美军已经准备好武力干涉南海 那这个乌克兰在大反攻啊 现在看也是啊 这个失利的状态下也是跑到中国南海啊 这个咱们也不明乌克兰怎么想的啊 但是目前看呢 他扬言要交菲律宾打仗啊 这确实很尴尬啊 这段时间以来基辅政权没赢过呀啊 你说你啊 你要交人什么呢 基辅政权可以说一直在忙在外交上怎么给自己找回面呢 当下乌军正面啊 正被这个啊 咱们说被俄军揍啊 那偷袭手段咱们就 我觉得已经能证明他其实是什么呢 正面战场确实没什么啊 太大的成绩啊 眼下呢 这个主要还是外交上一直在吹自己的反攻啊 业绩 那这个时候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人爱交事件啊 居然被乌克兰给盯上了 乌克兰作为美国的现在的代理人啊 他想这个给这个美国在亚洲的这个代理人啊 菲律宾啊 有一些这个啊 有一些帮助啊 咱们说可能就这个逻辑啊 啊 所以他管了菲律宾的事 这个乌克兰对非外交事务的这个乌克兰外交官叫米哈一 米哈一柳克啊 对外放风了 说基辅乐意啊 向菲律宾传授战争经验 相信菲律宾也会对乌克兰如何捍卫自己领土 避免被俄罗斯这种强大邻国攻占感兴趣 这里边非常有趣啊 就是说这个乌克兰已经变成一个代理人啊 其实就是耗材嘛 就工兵的耗材 菲律宾呢 咱们是第一时间确认的啊 他可能就是美国人啊 其实就找穷国嘛 谁愿当啊 谁愿当这种代理人呢 就是穷国嘛 那就是菲律宾有大批的这种啊 咱们说懂英语的 是吧 再加上有一些这个年轻力壮的 是吧 大量的人口啊 愿意干这个工兵的事 所以美国人找到菲律宾了 和乌克兰其实挺像啊 这是咱们第一个判断出来 那结果看 现在看乌克兰啊 和咱们啊 这个基本看法一致 他认为他们两国很像 所谓的啊 捍卫自己领土啊 咱们说194 应该是47年还是45年啊 还是46年 这九端陷阱确认了 然后等到七七十年代末啊 菲律宾才主张的 你说到底是谁捍卫领土啊 中国是二战战胜国啊 才拥有的九端线的权利啊 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你菲律宾凭什么战呢 对吧 我觉得乌克兰要解释清楚 他这话什么意思 我觉得没必要对乌克兰 现在这么客气 他既然是已经说出这种话了 咱们中国人也没必要客气啊 菲律宾周围的强大邻国 指的就非常明显嘛 就是中国嘛 那这个乌克兰外交官的表述 很明显就是在指向中国了 将中国啊 维护国家领土啊 不受侵害的合法 合理的举作 形成是强大邻国对菲律宾的攻占 咱们想如果弱国都可以搞无赖 对强国这么干 那你想这世界还有公平吗 咱们中国已经够人之意境啊 就是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 咱们说其他大国的做法 你看美国俄罗斯揍他 中国 中国是一让你待一待就待24年 你像哪国家有这种耐心 俄乌冲突延伸到至今 俄乌 咱们说乌军拿着美式装备 还是胜不了啊 你可以想想各种各样的 这国家已经破产了啊 你说他有什么本人 去教菲律宾啊 教菲律宾 这个怎么往里扔人 是吧 这个挺有意思 乌克兰想指导菲律宾却领土啊 其实就是紧跟美国不乏啊 其实就是想要获得一些军援啊 咱们背后的底层 这就是太阳获得一些实质性的军援 啊 菲律宾啊 小马克思大概率呢 应该不会去找啊 去找乌克兰学什么啊 至今应该是没有任何回应啊 菲律宾方面外交官没有任何回应啊 那我觉得咱们应该看看乌克兰最近啊 往俄罗斯扔那个无人机啊 我这个才是关键啊 因为乌克兰既然要指导菲律宾汉美领土 那么他现在手里的武器 当然是逻辑上逻辑上 他是会放给啊 这个菲律宾的 对吧 啊 我觉得现在呢 这种啊 能够攻击俄领土的这种武器 我觉得咱们中国必须要警惕 无方已经承认了啊 成功研制啊 攻击啊 700公里外目标被打 这就是证明了 我们能攻击啊 远程目标 这是乌克兰的国际文传电讯社啊 报道的 泽连斯基与吉普官员一次电话会上直接说的 我们的远程武器获得成功了啊 700公里以外目标被击中啊 这应该是首次啊 证实这种自己的远程攻击武器研制成功 啊 英国之前的向乌克兰提供的风暴致影巡洋导弹啊 成为了第一个向乌克兰提供较远程导弹的国家啊 紧接着法国对吧 但是呢 这两款导弹射程也就200公里啊 泽连斯基啊 没有具体说明 击中了 这个 700公里外目标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咱们说700公里外 也就是俄罗斯那个 科普州那个机场嘛 对吧 也就是指着这个目标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击中的 他没有说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阿里克希 丹尼洛夫告诉媒体 乌克兰生产的一种新型导弹啊 在对克里米亚打击中摧毁了一台 俄罗斯的S-400导弹发射 这乌克兰高级安全官员声称说 该国新的导弹计划已经到位了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 丹尼洛夫发布了一个20秒的视频 显示一枚看似导弹的东西射向了夜空 他就说呢 乌克兰总统的导弹计划正在起作用 测试是成功的 实施是有效的 塞瓦斯普尔在等待 勘察家在等待 这勘察家你没听错 就是远东的这个 他能打到卡尘加 咱们听起来这个远东的这个半岛都能威胁到 但似乎也引起了俄罗斯的 咱们说一些人的这个关注 俄罗斯很多媒体演了这个丹尼洛夫的话 说700公里外指的可能就是这个普斯科夫市 就是距离边境也差不多 所以很显然这个普斯科夫市这个机场行动 可能乌军应该就是一次测试 而且成功了 咱们不管乌军怎么去攻击额领土 但是他会不会真的将这种远程攻击武器去传授给这个菲律宾 咱们值得关注 如果乌克兰真的敢这么干 我觉得咱们中国就没有必要再去支援乌克兰了 咱们就直接让俄国直接行动 咱们就直接行动 咱们就切门水 咱们就切门水 咱们就可以割了